爱因斯坦说 生活就像脚踏车 一直前进 才能保持平衡 黄翔 今天吃这个便当 不要去外面乱吃了 等一下你十点下课 我十点零七 要看到你在家 有没有听到 永恒里 焦虑暂停的情形 你是否我安静 风浪里 你就把恐惧小心 我不再靠自己 最坏的打算 就是任由平安 写下我种答案 是你千倍柔软 你安息在西岸 作为人不间断 却顺顾你明亮 是丰满 痛在拯救反转 我安息在西岸 疲乏都被充满 我每口气息都舒缓 我每口气息都舒缓 幸好有你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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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多来の出品 未经许可质 你不用涨 是因为最后 你妹妹不会有阻振 他心 comun 答案 那 我会想 还 风浪里 你就把恐惧相信 我不再靠自己 最坏的打算 就是有平安 卸下我重担 却你千倍柔软 你安息在心安 所谓人不间断 眷顾你明了是丰满 痛在拯救反转 我安息在心安 你发都被充满 我每口气息都输来 信号有你掌管 信号有你掌管 你安息在心安 作为人不间断 眷顾你明了是丰满 痛在拯救反转 我安息在心安 我每口气息都输来 我每口气息都输来 信号有你掌管 信号有你掌管 我寻讨了全世界 想找到一个最美好的地方 当我看过这个世界之后 我才明白 喜安从来就不是 一个逃避的远方 是你 在哪里 都能觉得安息的靠岗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